看看新闻网 下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大名鼎鼎谁都知道 但是这张照片真不是谁都认得出来 他是谁呢 他就是他 前几天半夜半冰冰跑到了纽约去参加新片 X战警逆转未来的宣传活动 虽然还不知道在这个片中细分有多少 但是能够跑到纽约和好莱坞大腕们一起参加首映 应该算是在国际化的路上走得挺远的 当然了 当明星和做任何工作一样 想要走向世界必须有过硬的英语水平 明星们没有考级 但是每一次亮相都算是一次考验 他的成绩怎么样呢 咱们用事实来说话 虽然无论是红毯还是拍照 范爷都表现得落落大方 气场强大逼人 但才说一句英语就结巴了两次 这表现是不是有点丢份啊 近年来范爷可谓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甚至有红向大洋彼岸的趋势 只不过这英语问题 可不是头一次为难他了 2008年的时候 就有媒体拍到范爷出行 外叫不离声的画面 看起来已经开始了学习 2010年范冰冰首次用英文出演东风雨 当时精心打造全英文学习环境 在片场也不闲着 主动跟外籍演员对戏 从拍摄结果来看 是相当不错的 但您可别忘了 这只是死机硬背的台词 真实的口语水平可就差一截了 自强不息的范爷 似乎从没停止过努力 在赵氏孤儿的片场 即便身上插着匕首 倒在血泊当中 他也不忘跟外籍工作人员 学两句 尽管如此努力 在参与国际制作的影片 登陆之日时 范爷还是吃了外语的亏 但那也没办法呀 水平就在那儿 只能尽力而为 把一切发言当成台词来背 在2011年的嘎纳电影节上 范爷的坦诚 倒是令人很感动 看我英文都那么懒 就学了很久 都觉得很累的一件事情 不过媒体们可不买账 当范爷在拍照环节 没听懂英语的时候 有记者就犀利地吐了槽 实属有点难看 不知是不是那一次 受到的伤害太深了 范爷好久都没有 在人前说过英语 但是在去年的奥斯卡红毯上 范冰冰却被英文记者 逮着采访了 这真让人替他捏把汗呀 这毫无时差的听力 这自然流利的语气 这摆脱了初级阶段的用词 范爷的英语 简直比他的裙子更惊艳 虽然口音上略显中国特色 但完全不影响 所展现出的国际范儿 范爷的痛下苦功 显然已经有了效果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 范爷搭档国际大导 奥利福斯通 再一次秀出了成果 这回可是实打实的口语交流 从上所说 我们认为范爷的英语水平 虽然不及汤尾般 行灵流水收放自如 虽然口音还有一点点本土化 但在明星当中 也不能算是次的 这次在纽约的表现 我们只能归因于缺乏自信 同时怀着深深的期望 对他喊一声 范爷你行的 勇敢的讲出来 行李在线 综合报道 看来大家都进步了 所以我们也要更加努力